你們好我是Erin 今天真的是個很特別的一天 因為我的頻道從今年2017年3月經營到現在 今天呢總算達到3000訂閱 天啊 其實我也不太曉得這樣算快還算慢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所有所有訂閱的你們 在我頻道開始很小的時候 就給予我這麼多支持還有鼓勵 所以我今天想要帶你們來看一下我住的地方 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做影片這六個月來的學習 還有我的感受 那走吧 因為其實啊我之前是出差外派住在這邊的 所以當時在選房子的時候 我是以交通方便 就是以方便為主 因為我早上去上韓文課 下午要趕快去公司上班 我不太能花太多時間在交通上面 所以我住的地方它離捷運站也非常近 大概走路一分鐘你們待會就可以看到了 然後這個office stair我覺得很方便的是 就是它整個building是一個小社區的感覺 而且旁邊有超多美食 那介紹一下我很常吃的地方 第一間是這一家小籠包店 這是我之前想要帶胖東來吃的小籠包店 它真的很讓我驚豔 因為我沒有想到在韓國吃得到這麼好吃的小籠包 比韓國的底泰風還好吃 之前在我的那個飲食週記裡面也有出現過 真的讚 然後下一個地方 這家bubble tea works 它是韓國人跟新加坡人開的 它真的是我在韓國喝過最好喝的珍珠奶茶 比共茶3.1克都還要好喝 就是那個茶味很濃 而且就是咬起來又很有嚼勁 我真的超喜歡這一家 裡面的人都認識我 只不過我今天沒有帶錢 所以不能進去買 那我身後的這一家辣工坊呢 是東北人來這邊開的麻辣湯 我覺得超好笑的是 它絕對是我要離開韓國前 我最想念的其中一個食物之一 真的超好吃的 他們的麻辣湯是那種東北式的 有加一點花生麻醬香的那一種麻辣湯 好濃存好好吃喔 其實我的房子的租約差不多要到期了 那這可能是我最後在韓國的一兩個禮拜 所以我大概11月12月的時間會待在台灣 但其實我有在考慮說想要回台灣申請 韓國打工度假的簽證 看能不能再來這樣子 我的正前方 這個是最常在我影片出現的江南站1號出口 然後我的正後方呢 就是我住的Office Tale 再給你們看一下 但是這個Office Tale的缺點就是很貴 很貴 我之後會做一個Room Tour 就是介紹我住的地方還有租金的價格 雖然很方便 但是我自己其實沒有很推薦 原因的話我會放在我下一部 介紹Room Tour的影片裡面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這邊這一家是我家附近新開的Starbucks 裡面非常的高級 所以每次都坐滿人 我看一下現在有沒有位子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一家Starbucks超級富麗堂皇的 所以每次不管是平日還是中午人都超多 常常會找不到位子 我剛剛原本想要找靠窗的位子 就是採光比較好來錄 結果超好笑我兩次已經看到位子 我要過去坐了 結果後面都有人見步如飛 從我後面小跑步通過 直接去搶我看中的位子 所以現在還是又回來這裡了 我真的覺得說這半年來 我真的很幸運 有你們這麼多人看完我的影片 會給我建議還有留言 我真的很感謝說有一些我的觀眾 就是我知道說你們可能即使 並不是每一個影片的主題都很喜歡 但是你們還是都有進來看 然後並且留言給我鼓勵 這真的是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 有一些幾乎每個 我的每一個影片都會留言著你們 所以算說我覺得自己的觀看數 有一種不上不下的感覺 但是每次只要想到這裡 然後再回覆留言的過程中 我都會覺得很感動 其實我從3月到5月那段時間 都還算是有在正職工作 就假日出去外面拍 一直到5月中的時候 我才正式辭掉我的工作 來韓國體驗啊學習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應該是感受 我以前有玩過一個遊戲 叫做美少女夢工廠 那它裡面有個數值 是我當時一直很無法理解的 它都叫感受 就是說這個小妖精 那個感受是什麼 感受到痛嗎 感受到快樂嗎 那為什麼需要增加這個能力值呢 但我現在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好重要 其實我開始做影片之前 有點算是個工作狂 就是也不是說我很喜歡工作還是怎樣 而是工作以外的事情 我也不曉得我要幹嘛 可能是因為從小這樣念書念上來吧 就以前念書 畢業之後就工作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 我跟我的一群同事去吃飯聊天 大家講說你們假日在幹嘛 然後有人說打桌遊啊 看電影啊 逛街什麼的 我同事就問我說 Erin那你假日在幹嘛 我就說 欸我不喜歡打桌遊 然後我也不太喜歡逛街 花錢 我也不太看電影 因為我覺得一次要坐在那邊 兩三個小時很累 然後我同事說那你到底在幹嘛 我反正說我也不曉得我在幹嘛 結果真的不曉得在幹嘛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我有個同事他就放按鍵 冷冷的說 因為你在別人在培養興趣的階段時候 你都在念書 然後我就發現說 欸 對耶 這樣好像蠻可憐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欲望 然後覺得說這樣好像也沒什麼不好 那到去年的某一段時間呢 我有一個比較長的休假 然後我跟我們家人一樣去香港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就覺得說 我的胃好痛 然後我想說 好啦可能一下就好了 結果不是 我在香港的四天三夜 我大概有2.5個整天是躺在飯店裡面的 還有那種就是我吃避風螃蟹吃到一半 然後就真的痛到不行 需要叫計程車回飯店 回台灣診斷之後 醫生說我的狀況可能要照胃鏡 因為好像還蠻嚴重的 照完胃鏡之後發現我同時有胃炎 胃潰瘍 還有胃食道逆流 然後說哇靠這是什麼啊 就是我以前算是個健康寶寶吧 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那就過了一段蠻慘的一個月 但是一樣又回到說 好啦我知道我現在這個狀況 但是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又不能不工作 所以就再繼續過了半年 就覺得說 我好像變成一個工作機器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是工作的問題 是我自己的問題 就可能別人假日的時候 都很努力的在充實自己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幹嘛 比較大的轉變是說 我今年三月的時候 在一個契機之下 我開始做了我第一個影片 在心殺的影片 其實我覺得 我有遇到我一個人生中 很感謝的人的貴人 如果有機會做 下一個次感謝影片的時候 我會再多講一下這個部分 總之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做了我第一個 心殺的自由行影片 那時候真的很好笑 就是我到了這個地方 我看了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要想什麼 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發現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完蛋了 我就回家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沒有拍成功 我就回家 想了一下就是 把我在哪個地方 要講什麼東西 講了哪一句話 都先想好 寫在我的記事本裡 之後我再去一次再拍 所以那個影片 我到現在都還不太敢回去看 因為我覺得 每個地方都有一種尷尬的感覺 但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說的感受吧 譬如說 我當時做完影片 我給我的同事看 還有下一個是小籠包的影片 然後我同事就說 欸 這個到底好不好吃啊 他說我嘴巴上說好吃 但是我怎麼吃起來 我的表情看起來不好吃 然後我自己一看也真的 那麼覺得欸 就是看起來好像 不太好吃的樣子 我覺得那時候的狀況 遠遠像是我的腦袋跟心理 沒有連在一起 就是我的腦袋想什麼 我沒有辦法直接表達出來 所以我去到這個地方 看到什麼東西 我好像也不太能就是看到 啊 好漂亮喔 啊這裡好棒喔 這種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剛好我身體也有一些問題 我就想要給自己一段時間 先休息一下 認真學韓文啊 然後來體驗感受一下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想要學韓文 在我上一部五百訂閱感性影片 也有講到 那所以我自己也有發現說 像我現在做影片 我去哪一個地方 就看到什麼東西 是真的打從心裡的覺得說 喔 這個東西好漂亮 吃到的時候也就說 好好吃 那種慢慢把自己感受 找回來的感覺吧 其實我也還沒有很確定說 我之後想要幹嘛 但是我很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唯一的缺點就是在這邊 花費比較高 錢也燒得比較快 我也不曉得大概什麼時候 之前的積蓄會花完 但我就想說 有這個機會我想要在這邊 好好努力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邊做影片 最大的成長跟改變 就是覺得自己有 又再活過來一次的感覺吧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 那真的很感謝你們每一個人的觀看 因為如果你們沒有看 沒有留言的話 我覺得我大概沒有辦法 持續做影片做半年這麼久 我也希望說 我自己做出來的影片 對你們不管是來旅遊 或者是了解韓國這個地方 是有幫助的 而且我也非常感謝 上帝帶我來韓國 讓我加入教會 像是我不是在這裡念大學 我念的是補習班 韓文補習班 那我身邊的人 我的同學 其實都是外國人 我幾乎是沒有什麼機會 認識韓國人吧 但是因為有去教會的關係 讓我有認識一群很好的 韓國弟兄姊妹 也讓我就在這邊的生活 不會那麼孤單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感謝上帝 那我也想說 我在韓國的最後這幾個禮拜 可以繼續再發掘一些 我覺得有趣的 好玩的 有意義的事情給你們 那 謝謝 真的很謝謝 最後我真的很感謝你們每一個 訂閱留言按讚給我的鼓勵 不可能留言可能只是一小句 可是這會讓我有一種 有人在看我影片的感覺 就像我之前講的 你們的留言 我幾乎95%以上我都會回 特別特別感動的是 之前有我的觀眾幫我做字幕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是要衝撲流涕 我真的太感動了 可是這個幫我做字幕的觀眾 都沒有告訴我你是誰 所以如果你有在看我這個影片的話 拜託你在下面留個言 讓我可以上面留言 不管是用任何方式可以謝謝你 如果說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主題 也都很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 就是如果說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也會去拍給你們看 那我也很期待說 自己的頻道可以繼續這樣走下去 我11月12月在台灣的時候 我也會努力找一些 我覺得不錯的 有意思的內容 分享給你們 就希望說你們不要只看韓國的部分 我在台灣的時候 也會努力找一些好的內容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到這邊 那如果有任何想問我的問題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我都會看 而且我會回 你們有在定期跟我留言互動的觀眾 應該會知道 那如果你們還沒有訂閱的話 也歡迎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 喜歡影片的話也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有任何有興趣的主題 真的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去拍片 請留言給我 這裡 這裡